我们请那个我们微博的朋友就是伊丽夏奇 给我们大家来讲述一下民族之间的这些民族运动 那么以有一热的掌声欢迎这个微博的朋友 首先谢谢大家能有这么一个机会 和汉州朋友在一起交流一些观点 首先呢这个我记得我和刘东欣曾明 一开始还有杨建立我们一块儿谈 这个民族运动干部学校的时候 我提过我说这个毛泽东办部湖南农民运动讲习所 共产党的一部分干部呢 就是从湖南农民运动讲习所出来 还有呢就是农民运动的领袖令是彭派 彭派呀他也办了一个农民运动讲习所 他比毛泽东早 这些人呢都成为了共产党最后的主要的力量 我在新疆的石河大学我讲过中国当时 我是化学工程业的 但我也讲过当时 所以对这个比较熟悉 我的意思呢就是说希望你们也能够变成中国民主运动的主干力量 也就是说真正的咱们能学到一点民主 什么是民主 我们讲呢很多 首先呢我想把我的讲话限制在15分钟 你们看表 美国总统欧巴马竞选的时候 在那个电视台记得追给他5分钟 超过的就下去 我们要学会这个守时间 我不针对任何一个讲话的人 我只是对我自己 然后我希望大家都能做到15分钟完 如果我没讲完你接受我下去 这种规则 这是民主的一个基本原则 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说 我们经常我碰到一些汉族朋友跟我讲 美国的民主是假的 有钱人能上台没钱的上不去 然后呢不时上台了 你看他民怨沸腾 大家都不好 那么现在再加上这个Wall Street scandal or something 所以大家都觉得非常的不满意 但是美国的民主制度 不管是西方的也好 它都有一个规则 什么规则呢 你把它选上来了 大多数的选民把它选上来了 他有权利在这个四年的期限内 在符合宪法规定的范围内 行使他的权力和他的主张 就是说他在不违背宪法 可能有60%的人选了 他40%的人没选他 这40%的人呢 你得耐心地等四年 四年过了以后 你再联络那个60%里头的20% 把它选下去 咱们再换一个人上来 这就是民主 就说既要有你的主张 还要有妥协 如果没有妥协 一味地主张像这个泰国的 泰国的他现在台上 一直他下台的时候 我在马来西亚 我一直关注泰国的到现在为止 我很不满意 因为他信的党是泰国的大多数老百姓把它选上来 但是呢 城市的中上阶层 他们不喜欢他信 所以他们不停地最后占领机场 占领总理府耍无赖 硬是把它都给弄下去了 这是一种不完整的民主 不知道怎么去妥协 那么再谈到民族问题 汉族和西藏人 和我们维吾尔人 我们实际上在一起生活了很长时间 咱们不去追究历史的仗 我们独立了多长时间 那么中国统治了我们多长时间 这都是历史学的问题 现在再加上政治问题把它搞得特别复杂 所以呢在这里我不想纠缠于历史问题 我只想告诉大家 我们大家都是平等的 大家都是人 我们到地球上来了 每一个人都有用自己的尊严 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 以自己的宗教信仰 以自己的方式去生活 我们维吾尔族人信仰伊斯兰教 所以我们有权力不去吃猪肉 不去进汉餐 或者是不去进什么别人的餐厅 我们只吃穆斯林的饭 那么西藏人 Dibetan 他们可以不去吃鱼啊 或者是不去吃肉啊什么的 他们吃他们的vegetarian 那这都可以的 但是很多的时候呢 这个中华文化呢 给汉族人形成的印象是什么呢 我们的文化是最优秀的 旁边这些小兄弟们 汉族人大多时候把我们都看成小兄弟 这些小兄弟们的文化呢 都太落后了 特别是因为维吾尔族人信仰伊斯兰教 有一次我在这个学校 在新疆教学的时候 有一个政治老师问我 伊利亚基哪些国家是伊斯兰国家 我说你看那个新闻 哪个地方在打仗 都是穆斯林国家 因为这个原因 这些事实近代 华是有穆斯林的国家 都在打仗 一直打到现在 那么 所以给大多数人的印象呢 就是穆斯林好战 由于这个背景 再加上911 我们现在又把这个 恐怖分子的帽子背上了 那么 你们可以问陈明杨坚立 我一点都不像恐怖分子 我很和善 我有很多的汉族朋友 我很珍惜 我和汉族朋友之间的共同点 以及我们的友谊 即便是我出来了 我对共产党是水火不容 但我和我的汉族朋友们 在学校里的老师 始终保持非常好的关系 甚至这次过年 我不在家 那我的那些两个汉族朋友 到我家去拜访我夫人 拜访我孩子 我觉得我很感动 那我自己的同胞 还没想到去拜访一下 我的汉族朋友去拜访了 这就是个人之间的一种友谊 这不代表 一两个汉族人的一句话 或者是一两个维吾尔族人的一句话 不代表整个一个民族 我相信 而且呢 从我亲身体验到现在 包括在国外 刘敦欣也好 杨建立也好 或者陈明也好 过去的王军也好 大家都给予过我很多帮助 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点 那么同时呢 哪一天 可能我也会帮助别人 我记得我在巴佛罗 刚来的时候 有一天 这个难民数的 告诉我说来了两个 从中国来了两个人 我们听不懂他的话 我骑着自行车就过去了 因为他说是从俄罗斯过来的 我一开始想可能会是维吾人的 去了以后是两个法轮功学员夫妻两个 我去了以后我一说中国话 哇 又一个大山 这个人会说华语说的这么好 我说我不是大山 我是从你那儿过来的 跟你一样 是两个东北人 我说好 我们东北老乡 我在大连上大学 大家很亲热 然后我就给他们当欢迎 后面他们饱了饺子啊 做了一些什么饼子啊 送到我家里来说 你一个蛋糕 或者做饭不容易 一下就我们帮着 就说 这个 我讲这些例子呢 就是说我们都可以做朋友 我们大乡都是一样的人 我们都有感情 由于共产党的这种歪曲的宣传 对于民族之间呢 制造一些很多的矛盾 刚才比如说我过来的时候 我们在汽车上有过一个谈话 那么这司机朋友就问我 这回民不吃猪肉是因为猪救了 这个穆斯林的祖先 这个话我听过很多遍 那么我可以把这句话 很平常地接受下来给他解释 但很多的维吾尔族人 或者是回族人 要听到这个话呢 他会暴跳如雷一些人 他觉得你正在侮辱我们 因为猪肉呢 对我们来说 伊斯兰教认为 它是最不干净的一种动物 而且呢 吃了它的肉呢 会让人的本性变略 而且呢 如果你看一下伊斯兰的书 它对于介绍 为什么不吃猪肉 他会拿出李时珍的本草港墓上 怎么写的 诸姓本略等等吧 这些都会拿出来 那么这种的宣传呢 在长期由于大家的误解 那么就会在民主之间知道不合 所以今天的这个机会呢 一个是要大家真正地去理解民主的意义 就像我刚才讲的一样 既要有坚持自己的主张 还要懂妥协 好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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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